纽约是全美疫情最惨的地方 见到医护出动总暴雨热烈掌声 这种症病患如海山倒海出现 医护人力严重短缺 所幸有来自全美各地上千名医护志愿深渊 他从亚利桑那州远道而来 杰斯埃斯波提是一名前海军护士 这次他堪称抛家弃子而来 但上纽约就是上战场 这次他是与纽约一家医院签约 前来支援加护病房 从报道的第一晚 他就以自拍的方式 为这趟纽约行写日记 而听到纽约民众呼唤的不只有他 还有许多人都热血前来支援 这些医护生理军 无疑是赶赴险境的真英雄 还有一名医生是从别的地方 回到故乡纽约 而他援助的医院 就是在从小成长的社区 不论是重回家乡 或是第一次到纽约 相信都是他们永生难忘的经验 这些医护生理军 虽然都戴着面罩护目镜 但民众的加油声绝对都听在而里 东新闻国际中心综合不到 对了